好緊張 好緊張 真的快 這個沒那麼快 這個比較好 好像在乘車 今天很早來吃早餐 因為來到奧達布斯 一定有個地方必去 就是我身處這間 被稱為世界最美的cafe 真的很美 這間cafe 我們在出發之前很久就已經預約了 也不算難預約 進來的時候沒有人 不需要排隊 但現在我們吃了一會 現在大概是9點半 大家如果想來的話可能要早點 或者預訂就會好一點 不知道坐這個位置是不是很幸運 但是坐這個位置才可以拍到這些景 如果不是坐餐的位置 其實就賴喬 我覺得 現在吃完早餐 然後是63euro 然後我覺得環境是挺漂亮的 但是食物就普通 所以我覺得這裡吃環境多於食物 服務就很普通通 甚至乎有些是黑棉 不算是非常愉快的用餐過程 給我參考大家 地鐵站都這麼漂亮 很modern 這個站是有設計的 超多燈超漂亮 然後你看電梯有等 那條副手呢 那條副手呢 地鐵站的出口 就會看到那條橋連接 去魚人堡的地方 然後我們這邊呢 就去中央市場了 現在來這個中央市場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為了魚子醬和鵝肝醬 因為這兩樣東西呢 是來到空海裡必買的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這個 但是看起來好像豬皮 鴨啊 鴨皮啊 有隻鴨在那裡的 對呀 1kg 這麼多 很美狼 1kg吃到什麼時候 那如果不好吃那怎麼辦 cheaper ok 是港價的 是嗎 剛才是2,000元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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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元 是嗎 那我要貫大的 會不會再便宜一點呢 網上說很大 但其實每間店買的都是一樣的 接著買鵝肝 另外來了這間買魚子醬 Hi 不知道他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說什麼 是不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粗度和上面那個不同 3,000元一顆便宜 但是真的不知道吃到什麼時候 魚子醬 這個是超小的 不知道看不見 看不見 面子有分 大一點是5,000元 小一點是2,200元 但也便宜了200元 給他 但我沒有便宜到 我就這樣收了5,000元 肥仔 對 我覺得這個可以試 這個可以試 那些東西 很像 炒飯 然後 很大的波波 很大分 全部都很大 現在上來第二層二樓 就是賣紀念品和吃東西的地方 然後是好多人 我們很辛苦 才逼到過來排隊 試試這個 武器的檸檬 但它多濃 多酸 多甜 哇 它是硬滑滑的 什麼來的呢 都不知道白汁 我以為它會很濃味 但它是很溫和的 我形容得很好 你形容得很好 白汁加雲飯 加很多選擇 吃完後發現 原來裡面是有米的 白汁加雲飯 沒有雞 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這些 醬 它有蒜味 一定要買1.5V 很多牙膏 牙膏型的醬 可以試啊 這個是Honey 什麼味 花蜜糕味 但有少許薰衣草的香味 是有驚喜的 我覺得挺好吃 買吧 瘋了 然後買薰衣草的旁邊 是黑松露 黑松露蜜糖 聽到是 它這麼小 我一定要買 嗯 好怪啊 黑松露加蜜糖有點怪 很香 我知道了 它是用來煮食 而不可以這樣喝 我覺得薰衣草比較好吃 但我都會要 Yeah I wanna have one You like it? Yeah 是嗎 是嗎 有人說要買 我們買了這個三天七十二的巴士 然後呢 因為我們一向搭地鐵和巴士 都是直行直回 因為會以為 很容易會 有些人就可以這樣悶餵那個 但誰知道其實他真的有出飛 我們剛好就預約了他 這個職員在出飛 所以大家都是 不要這樣聽而走險 謝謝 補營之後呢 我們就要這樣上去 但Keeper也是樓梯來的 我們走要很多個樓梯 然後還有 啊 不要落盡頭了 到了到了到了 好了 好了 現在呢到了餘人寶了 那因為這次是旅行關係 所以我都不想特地帶一些很重的裝備 那所以呢 這次拍照呢 我都是用這部機 或者是手機為主 所以這次呢 我就帶了這一部 Vivo的電話 首先它超方便 因為它是這樣 螢幕指紋解鎖的 然後就 超快的速度就解鎖了 它是完全沒有流海 所以一點都不會遮蓋任何的畫面 我最欣賞的呢 就是它打開鏡頭 然後呢 它是會有這個 升降式的前置鏡頭 超過人 而且它這個前置鏡頭 是有3200萬像素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清 還有呢我會欣賞它 它有一個AI美眼的功能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正常的拍照 然後這個呢 就是AI美眼 皮膚是光滑了很多 還有是有氣息很多 可能有時候出門的時候 不想化妝 或者這樣出門的時候 沒什麼氣息的話 用AI美眼呢 就可以拯救了所有東西 而且呢 它可以感受到 如果你背部 是太陽光的話 它會自動調節一個 逆光模式 所以呢 你就不怕拍照的時候 你的臉會暗了 或者是你的背景會爆光 然後還有一點我欣賞 就是這部V15 Pro 它是後置三個鏡頭 有時候因為地理問題 未必一定可以有一個很好的角度拍照 但是呢 它是一個超廣角的功能 所以你在原地呢 都可以拍照全景 非常非常非常之正 我現在呢 就示範給大家看 現在呢 就是普通的模式拍照 那就是整個景都出不來了 但是如果我按這個超廣角 馬上闊了景度 嘩 這裡是入口 原來上去呢 是要買票的 所以呢 上面是比較少人 有一點點 我們又買了這個 叫做煙通卷 中文應該是 巧克力味 比我們昨天吃的NUS的味道 因為那個真的很像我們BBQ吃的蜜糖麵包 但是這個呢 比較難以取代少少的 我們在匈牙利呢 一直都說要吃一個叫做Langos的小食 所以呢 我們在布達布斯的最後一天呢 我們終於有機會吃到這個Langos 你聞下去呢 好像油炸鬼上面加了芝士和腸仔 很油炸鬼 很累啊 我也覺得很累 像是不甜的牛腊酥 很鹹的牛腊酥 剛才我們看那個女生的那個應該好吃 它是千島醬 但是這裡沒有 它是有白色和橙色的嘛 我們這裡只有這個白色的 我還在那裡 結果就是這裡 好 好 我們最後一個行程呢 就是要遊船河 現在呢 就是晚上7點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上船了 這個行程我們是在KTV預約的 都挺方便 我們其實出發前沒多久才預約 大概是200多元一個人 然後會把一杯雞味酒 然後游兩個小時 但是因為它寫著黃昏遊船刊 冬天和夏天是 那個黃昏時間有不同 但是它那個時間 又沒有說因而提早 所以現在呢 變了看夜景 但是也不要緊 因為呢 我們沒有好好看過這個多羅河的夜景 所以很期待 還有呢 拍照 那這個整個都在說 超級美的 照天的 所以就應該走這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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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 那裡